接收的時候,這邊要是什麼? tst才能接收 這樣就可以了 我接收過來,它就變成一個tst 接收過來之後呢,我的h 就等於tst 變,有沒有? 就會有個test 接收過來是一個物件 然後就把它丟給這個h 再來一樣,tst 它可以重複使用 所以h的話 這邊把它 把這個分證一下 這樣子放 然後呢,w的話呢,就等於什麼? tst 變,test,裡面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取得它的 身高,體重 那bmi的話呢,後面可以 把它做計算,bmi等於and 後面的話呢,就是 括弧,我們不括了沒關係 我們就是 身高 體重 除以 身高 那身高部分呢,必須要再除以什麼呢? 除以100 因為它是公 我們可能過來的東西是公分 再把它除以100 然後呢,再給它一個什麼 平方 平方就這樣這樣子 好,那結果就會 亂出來,就是我們要的 這裡的話,我們試試看 這個地方,補充說明比較重要的 大家可能會有問題的應該是這個 宣告一個 txt s 它就是一個 控制項 用這樣的方式宣告 再利用prepatch 歡迎control 丟給它 就可以取得 取得 那,身高跟體重都一樣的方式 好,那大概先到這裡好了 特別注意呢,你執行的時候 不能夠在這個網頁執行 因為我們習慣了 為什麼? 因為你要到前一個網頁 才能支架丟過來 對不對?不然你執行 奇怪怎麼沒有東西 因為你要從這邊 就像跟那個 丟球一樣 你 骨手那邊沒有球 你要從頭手這邊丟才會球 好,丟過去之後按執行 那我們就直接在這邊 我們輸入那個 身高 體重 按計算 怎麼就抓到 BMI的部分就抓到 那當然你這邊可以再做一些修改 我們前面講過 比如說我希望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還記得嗎? 有沒有 自己可以想一想 這地方的話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比如在這邊可以動一點手腳 在這邊做一個pomate pomate 然後把它取到小數點第二位就好了 那其他的話 大概先到這裡好了 這個 這個 這個名字要改一下 好,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種方式就是所謂的跨 這個網頁之間的傳遞資料 這種方式運用得非常廣泛 allevi 足夠了 錯過小數不不可 一定要給大家舉票